今天要來開箱這個是水智賢化財店出的筆 現在我們立刻把它打開看看吧 然後裡面有附上一個他們家化財店的小卡 還有一個說明書 那說明書上面有寫說要如何開筆 跟使用還有保存的方法 是第一支筆 還有一支 我買的是兩支一組的版本 那這筆的話是這樣 轉開 然後背後可以套上去 像這樣 其實做的還蠻漂亮的 然後筆的話它有一點重量 那我們來看第二支筆 這支是細一點的 一樣也是 它轉開的話其實 雖然是用旋轉的 可是不太會晃動 其實看感覺它還不錯 然後另外它還有送一個皮套 可以收納你的筆的 然後上面還刻有他們家的名稱 像這樣可以把筆放進去 像這樣可以把筆放進去 然後有個扣子 這樣可以扣起來 然後是刺扣 還蠻不錯的 像這樣 那待會我們就來開筆 試試看 這個筆使用起來的效果吧 那首先它說 要用一杯溫水 然後放入水中來回刷一分鐘 然後直到筆毛全部散開 並用手輕輕將多餘的扶毛去掉 好那我們現在就試試吧 好的筆現在已經泡開了 其實這筆蠻容易泡開的 我放到溫水裡面的時候 它幾乎立刻馬上 馬上的筆毛就已經散開了 好我們首先來試讓這兩支 一支是維納絲水彩筆 另外一支是這次我們新入手的 水智鹹出品的 其實它有點像毛筆 不過我們姑且 因為它算是可以拿來畫水彩 也是很適合 所以我們姑且把它當作水彩筆來使用吧 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兩支筆的彈性如何 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兩支筆的彈性如何 現在他們都沾取了一樣的顏色 那現在我們就在紙上來塗塗看 看圖完之後 它的筆 筆的筆頭是否還是會回彈回來 我看一下 是因為它是這支筆塗完的時候 立刻就會變成紙的了 但這支筆 嗯 水智鹹的可能彈性就沒有那麼好 不過吸水型還是不錯的 像這樣它塗完之後它沒有回彈回去 變成紙的 它會有一點點 嗯 就是 毛會有一點歪斜啦 就是它的筆毛並沒有辦法很快的回彈回來 那我們試試這兩支 這支白色是水智鹹的毛筆 嗯 好 水彩筆 那這支是Escoda的水彩筆 那我們現在來比較看看這兩支的彈性分別是怎麼樣呢 好現在看一下 嗯 你可以看到 Escoda的筆 它基本上沒有什麼彎曲的 它就塗完之後它很快就變成紙這樣子 那水智鹹這一支呢 它這支其實彈性比剛剛那一支小隻的還要好蠻多的 但是它也是會有一點點彎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它吸水型也是還蠻不錯的 使用上應該也蠻好的 尤其是因為它筆身很小 所以蠻方便帶出門的 像這支因為不是旅行用的 所以它筆身其實就很長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長度的大小比例 像這樣 嗯 嗯 擦了 這樣子呢 那再跟其他的 旅行款的水彩筆相比的話 看到 看到 其實 它也是比其他的旅行款水彩筆 短了非常的多 不過 可能我覺得女孩子的話 還蠻適合這支筆的 因為它拿起來比較小巧 基本上蠻好使用的 重量的話 嗯 是有點重量 但是也不會說特別重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 轉的還蠻緊的 基本上不會有滑動的問題 那就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我會 之後我會使用這支 跟 這兩支 新入手筆來畫圖看看 再來跟大家分享實際使用的心得 好